可以看到长跑好手穿上运动装 在路旁夹紧练习 因为即将在10月举办的 基隆事办成马拉松 已经开始报名 不过20日却传出 有人在脸书社团上 PO出活动工作人员 及医护人员的真材广告 甚至开出一天最高3000元的 油握薪资 不过长跑协会紧急澄清 并没有对外真人 这些都是完全不实的资讯 我们的志工都是我们 好码自己的会员 自己来参加 跟我们的朋友来参加 都是没有资新的 网路上FB出现的一页式诈骗 还是要多加的查证 那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循他正常的报名网站 那相关可能里面会有留 相关主办单位的电话 或者是信箱 那我们来多向主办单位查证 才不会上当受骗 主办单位贴出告示 提醒民众不要受骗 契隆市府首次与长跑协会合作 如今却有人假借活动名义 张贴假讯息 基隆市府表示 必要实惠采取法律途径 所幸没有人受骗 而贴文也已经下架 感谢观看